2017年12月14日,林郑月娥与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又签署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安排的协议政府新闻网图片。 正在北京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四14日,一早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代表特区政府签订签署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协议。 内容包括利用香港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融资渠道,推动发展绿色债券,进一步加强大陆和香港在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合作, 并支持香港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等协议,同时设立联席会议制度,保障落实有关安排。 林郑月娥其后到访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门口迎接双方会面约两个小时后,被问及对林郑月娥工作表现,以及二人有否讨论到基本法23条立法时,张晓明未有回应。 林郑月娥周五15日将获总理李克强接见,而下午就会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 林郑月娥周一一日目的安排非常轻松。 林郑月娥周五15日将获总理获总理加工 Natalie